大家好 新冠溯源现在比较火 现在全世界比较关注 各大媒体进行了报道 主要是华尔街日报 在周一的时候 连续报道了新冠病毒的起源 并把新冠病毒起源指向了武汉病毒研究所 援引的是劳伦斯利弗摩尔国家实验室 一份机密报告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这一份报告也表示了疑虑 周二的时候 布林肯对华尔街日报引述的一份 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报告研究方法表示疑问 这是现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出的疑问 那份报告得出结论认为 病毒是从中国一家实验室泄漏的假说 可能性是成立的 这是布林肯在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 就国务院预算要求所举行的听证会上 被问到这篇报道 记住这篇报道现在在美国非常火 美国现在政界很关注 那他说我看到这篇报道了 我认为它在好几个层面都是不确定的 不正确的 华尔街日报周一援引的知情人士的话 报道说美国政府的利福摩尔国家实验室 一份机密报告得出的结论认为 病毒从武汉一家实验室泄漏 这个假说是可能成立的 应当对此展开进一步的调查 那这篇报道说 这项研究是在2020年5月准备的 是在特朗普总统执政的最后几个月里 被转交给美国国务院 那国务院当时呢 就新冠病毒疫情起源展开了调查 布林肯说 就他所了解 这份报告的源头 是特朗普政府请求一家承包商 调查新冠病毒起源 并特别聚焦疫情爆发 是否为实验室泄漏的结果 布林肯说 那项工作进行了 完成了 向国务院相关人员做了简报 我们来的时候 我们也被告知有这些结论 我的了解是 特朗普行政当局 对那项研究的方法 分析的质量 扭曲证据 以适应先入为主的叙事 有着切实的担心 那是他们的担心 这点跟我们分享了 布林肯说 那份报告是一位或几位人员 所进行的研究 不是拜登政府以下令的 以情报界主导的 病毒溯源调查的 这种全政府的努力 不是政府行为 只是个别的 一个或几个人 进行的这个单独的研究 单独的报告 所以呢 布林肯就认为呢 这个与美国现任政府 无关那份报告 当被问到 他是否支持解密有关 病毒起源息息时 布林肯表示 在保护情报来源的条件下 不管我们发现 什么信息 我们应尽可能的透明 美国总统拜登的 5月26号要求美国情报机构 加倍努力收集和分析 有关2019年冠状病毒 起源的信息 并在90天后向他报告 新冠病毒是来自于 动物园还是实验室事故 他还要求国家实验室 和其他政府机构 协助情报界的努力 拜登在声明中说 美国的情报界 已经围绕两种可能的情形 形成共识 但尚未就这个问题 得出明确的结论 这是他们当前的立场 虽然情报界有两种 两方面的人倾向于前者 一方面呢 是倾向于后者 每一方面的信心度 都是低度或中度 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不认为有足够的信息 来做出一种情形 比另一种情景 更具可能性的报告 评估 那美国政府消息是说 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一份呢 仍然保密的美国情报的 报告声称 武汉病毒研究所 三位研究人员 19年生病 去了医院 这其实情报来源 我就告诉你了 这个我现在获得的消息 就是从日本情报界获得的 所以日本呢 已经被美国出卖了 日本在武汉的这些情报机构 应该会被中国一窝端 这个主要来自于日本情报界 那情报来源 这个答案先不说 咱就说 你看啊 这个布林肯说这个话 什么目的 他并没有否认 他只是认为啊 不确切 有一些这个 怎么说呢 在布林肯看来啊 你还是拿不出手 就我告诉你啊 他要 布林肯要跟中国博弈 要跟中国政府 来当面对峙 来当面来谈这个事情 布林肯要拿到什么 拿到百分之百的证据 百分之百 让你牙口无言的证据 我才能跟你对峙 所以布林肯这个人很谨慎的 他不会像华尔街日报 像川普政府 拿一个几个人 是吧 或者一个人进行的这种 利弗摩尔实验室 对吧 劳伦斯利弗摩尔实验室 这种报告 我就直接跟你中国政府 去对峙的 我不会的 因为后面涉及到利益 是地缘政治利益啊 你必须让中国政府 牙口无言 我才能什么 在谈判里边占上风 对不对 要不然和这个 中国各个这个高官 进行谈判的时候 人家看你这个报告 是不是 这个报告吧 里边有很多问题 一下根本不屌 你怎么跟人谈啊 对吧 你看杨洁篪 是吧 根本就不屌你 杨洁篪跟你什么 硬起来 所以那时候 布林肯就难受了 布林肯很聪明 这份报告 他有问题 他有一些 不严谨的地方 对吧 有一些不确定的地方 我们先把它放一放 你看布林肯 没有马上拿这个报告 哎呀 到处去说 到处 我先放一放 我呢 先用我的情报系统 因为是吧 一朝天子 一朝臣 你当时是川普 那个时候 你去调查的 可能有一些不完善的 没关系 90天以后 我这个政府 布林肯 哎 代替川普 不代替拜登 搞一个新的报告 而这份报告呢 他会借鉴于 上一届川普那份报告里面的一些相关内容 包括利福摩尔这些实验室 相关他的研究结果 会找更高级的科学家 或更多的科学家 或情报机构 来佐证这些信息 你记住啊 这个情报界搞这一回报告 90天以后的 应该会出一个更明确的信息 或者是比这个 现代利福摩尔实验室这份报告 这份信息更加精确 然后 如果得出的结论 是来自于实验室泄漏 那么中国 那个时候麻烦大了 因为这份报告 布林肯能拿得出手了 而且布林肯是 有过准备的 如果他发现这里边有问题 不来自于实验室 那他很可能 这份报告就直接放弃 这个来自于实验室这个结论了 所以告诉大家 90天以后那份报告 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 美国能不能拿这个报告 来跟中国要挟 来向全世界 来攻击中国 或者让全世界大抵眼镜 这就是实验室泄漏的 那这份报告很重要的 那现在可以看 布林肯很谨慎 而且他并不完全拿着现有的 这个对中国不利的这些信息 来炒作 说明布林肯已经准备了 新的报告 正在准备90天 90天以后 我觉得是中国的一个关键时刻 90天以后 真好嘛 这个90天以后 也快到冬奥会了嘛 那个时候 我觉得对中国是最大的考验 我现在觉得呢 中国现在应该 以不变应万变 你先不要乱动 中国现在乱动 很可能给美国情报界 会给美国有一些机会 就等你动的时候 他发现你一些毛病 他会把你动 这个行动当成证据 或者当成佐证 你现在不要动 我觉得中国现在不要着急动 美国情报界呢 我觉得他这个分析 未来得出的结果 也不一定针对中国 是不利的 对不对 因为现在只要没有直接证据 没有人 没有人有直接证据 这个事其实我觉得 美国也不敢啊 也不敢直接给你扣帽子 很简单 就算那个东西 有人造的嫌疑 你也不能说那个东西 就是中国造的 对不对 你也没有直接证据 说是中国造的 另外呢 有很多证据啊 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 这个三个工作人员去看病 这个也不能作为直接证据 对吧 就直接证据 中国呢 现在手里边 几乎都攥着死死的 所以我说过啊 这个现在新冠病毒溯源 这个事啊 对中国来说是个大的考验 你不变应万变最好 这个事很敏感啊 所以我也不能多说 我只是把现在布林肯啊 美国国务院 还有相关美国媒体 对这个事的 现在整个的进展 我请给你汇报一下 我不敢瞎评论啊 我只是想一些办法 希望能看到一些 新的情况出现 因为咱们也是老百姓 也希望了解这里边 最新的进展 但是现在来看啊 现在来看西方啊 包括这次拜登去欧洲 可能会联合西方的一些情报界 联合五眼联盟 联合这个欧洲一些情报界 可能也要对这个相关的溯源问题 进行联合调查 我觉得现在中国千万不要乱动 你一乱动 可能就让人发现一些毛病 你不动 反而呢对你是最安全的 这是我的提醒啊